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解有关地回的第二个习题 就是自动产生英文语句 在这里其实我们好像也不太有用到地回 不过你想要继续用地回也是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回的自动产生语句的语法 那我们一个句子原则上是一个名词子句加上动词子句在英文里面 那一个名词子句呢就是一个定词加上一个名词 那动词子句呢就是动词加上名词子句 那名词呢又是我们这里简化一下就只有狗和猫两个东西 dog和cat 那动词就只有chess和it追和吃 那定词就只有耳和的 那定词差不多也通常只有这两个 那有了这一个语法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来产生英文语句了 那可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些程式 其中一个重要的程式是我要可以用随机的方式 从dog和cat这两个里面选一个 或任意几个东西里面选一个 那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这些乱数函数已经写好了 而且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式 当我们写好函数之后 最好要写测试程式 这样我才知道我们的函数对不对 可不可以执行 OK 那可以执行之后 我再从这边开始去建构后面的函数 才有办法得到正确的结果 否则你不会知道说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错误 好 那所以我写一个回圈去产生十个动物 狗或猫 那我们这边已经执行了一个结果 你会看到 我know的gen sentence 然后它产生了十次狗和猫 我再做一次又产生了十次狗和猫 我每次好像都还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测试了 确实它会从狗猫里面随机选一个 好 那这样子就足够作为我们写这个程式的基础 OK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一个语法上面 我们直接把语法复制下来 好 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它贴上去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执行的 所以我们暂时先用注解把它注解起来 让它看起来 就是不会干扰到我们程式的执行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写了 我要写一个函数就叫S 我就完全照着它的语法来写 那这个S呢 它会会产生NP和VP OK 所以我就直接呼叫NP嘛 再呼叫VP OK 好 那这里 我们 写完了 太快了 那这种写法 那这种写法 你要写成一行也可以 那我还是写成多行好了 其实写成一行 这种写法还蛮适合 那我现在就再来写NP 那NP是什么呢 NP就是一个DET 再加上一个N OK 再来呢 再来呢 VP就是V 和NP 所以就VP V 然后呢 NP 那接下来呢 VN就是DogCat V就是ChaseIt DET就是EARTH 所以 N 就是 FandomSelect DogCat 然后呢 从哪里选呢 从Dog 和Get 里面选一个 好 接下来 V呢 就是 Chase 和It 所以 从Chase 和It 里面选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DET DET就是定词 那从 哪里选呢 哪里选呢 耳 和 里面选一个 好 那我们传回的时候 是传字串回来 那注意我们现在这样呼叫的时候 这个VP NP 我们也通通就直接把它当成字串 传回来 所以我就不这样子写了 我就直接这样传回 这个 加上 最后面应该加个空格 这样子才不会黏在一起 那所以我就直接传这样子回来 这样也是有呼叫 那我就 NP就传这样子回来 这个只有 这里 好 ok 好 好 那我们的程式 基本上已经写完了 好 写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测试 好 我现在就产生一个 字串 然后呢 我产生 一个字串 好 那 先产生一个字串 好 所以我就console.log ok 然后呢 s 好 就这样子 我就写完了 那前面我们有一些测试的 测试乱述的东西 这个 我就先把它拿掉 不要再测试了 刚刚测试过 好 好 好 先注解掉就好 因为这样子 要用的时候 还可以用 好 那我们就呼叫 gen sentence 哇 有错耶 RandomSelect is not defined 就是RandomSelect 没有定义 欸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名字打错了 它是RandomSelect 我后面打RandomSelect 其实打全名 比较好 之前投懒 直打R-A-N-D 那就把这个改掉 把这个改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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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存一次 ok 那再执行一次 ok 第一个句子产生的是a dog eat a dog 哇 狗吃狗 这是可怕的世界 接下来呢 the cat eat the cat 哇 猫也吃猫 这也是很可怕 a cat eat the cat 一只猫吃这只猫 a cat chase the cat 这还好 猫追猫 猫追猫 不算什么 a dog eat the dog 一只狗吃这只狗 a dog eat the cat 狗吃猫 ok 所以就这样子你就可以 已经写完了句子产生器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的例子 可惜的是 他好像没用到地回 因为我们呼叫下去之后 没有再呼叫回来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有子句的概念的话 那就会再呼叫回来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加上子句 你可以加上ph late 然后呢 s 但是这个late s呢 得要小心 就是 这个子句 就是不一定要出现的 它有时候会出现 有时候不会出现 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会一直无限延长下去 那这个几率的话 可能不能太高低一点 否则的话 你会产生非常长的句子 那关于怎么样子 呃 产生子句的部分 就留给各位 再去思考 那一旦你有使用子句的时候 这个D为4才真正有出来 否则 以这个例子而言 他的D为是没有出来的 那D为是自己呼叫自己 可是现在在这里呢 他都是自己呼叫别人 所以D为4没有出来 所以当初我出这个题目的时候 没有想清楚 他的 他是不是要用到D为4的问题 但是加上子句 就会有D为4 这个就留给各位字型去延伸思考 OK 好 那今天我们的 呃 这一题 产生句子的习题 就讲解到这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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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